以往花灯竞赛灯区 是灯会里面人数最多 年龄层分布也最广的灯区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 每次来竞赛灯区看灯的民众 在他的年龄层身份 还有目的目标上面 是会非常多元 灯笼它所散发出来 这么样迷人温柔的光线 会让我们来看灯会的人 带来的温暖跟希望 尤其是微风吹来 每盏花灯随风轻轻摆动的时候 就好像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这一次所有在灯会里面 亦助养分的创作者跟幕后的推手 花灯是舞者 花灯竞赛灯区就是一个舞台 不论是制作花灯还是来看灯会 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 那我们今年我们这一作的作品主要是意义 我们飞蜀带着妈祖 还有财神爷 乘坐的这个飞高高 然后站在我们的这个台中的歌剧院的地标上 然后代表今年主办的台中 台中是主办的城市 也是象征着台中城市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一个气象 我们在制作这个部分就从我们研习完 回去开始制作到现在 然后其实到过年期间 其实初三五就回来再做了 所以大概有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感觉很辛苦对不对 但是看到在做这么多的花灯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因为这个花灯代表什么台中市的骄傲 配合教育局来推动我们的跳绳运动 所以以它在运动的一个造型来设计这个花灯 所以我们称它为厚礼勇 代仪叫厚礼勇 来自全国各地参赛的竞赛花灯 将会从109年的2月8号到2月23号 齐聚在厚礼的森林园区增严斗燕 可以看到结合现代科技 还有传统的人文的花灯 一定会让大家一薄眼福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